OK 好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在今天这个时候 一个礼拜的第一天 我们又来到你的面前 神让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满心的感谢你 我们知道圣诞节就快要到了 我们要纪念你的日子 纪念耶稣基督 这个为我们奉上 我们奉上他自己 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耶稣再生的这个日子 我们要纪念他 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 就快要到了 神让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欢喜 我们渴望在这个圣诞节 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非常开心喜乐的时候 神让你与我们每天相依 与我们每天同在 神让我们要尊主 尊主为大 尊你为大 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你看过我们 就像看过小羊一样 你看过我们 就像地上的花草一样 你从来不嫌弃我们 但是你照顾我们 帮助我们的家庭 我们喜乐 我们平安 谢谢神 我们渴望也把这样的福音 能够带给更多的人 带给我们的朋友 带给我们认识 不认识的人 神让我们都要告诉全世界 尊你为大 因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 谢谢神 替我们的祷告 我们今天 一个礼拜的开始 我们要开始来赞美你 我们要用经文来赞美你 要用经文来感谢你 因为我们每天在这里 你以为我们同在 来教导我们 就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生命里面拥有你 这是外邦人所享受不到的恩赐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OK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还在讲这一卷书叫做 这卷书叫做 萨摩尔记 Samuel First Samuel 因为这个萨摩尔分上下两集 所以上集我们叫First Samuel 下集我们叫Second Samuel 这个很科学话 第一第二 OK好 萨摩尔记呢 我们现在讲到是第28章 Chapter 28 我们平台的习惯就是 我们读的时候会讲 这是哪一卷书 这是哪一章节 Chapter 28 我们的章跟节都是放在数字的前面的 Chapter 28 Verse 1 Verse 1 我们来讲第一节 In those days 在那些天里面 在那个时候呢 The Philistines Philistines 我们知道是非礼士人 在圣经里面 他们是犹太人 很重要的一个敌人 在很多时候 犹太人在迦南地上面 所遭遇的困难 其中非礼士人 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Philistines The Philistines Gathered their forces 这个force呢 是力量 原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是力量的意思 但是呢 在很多地方 只要讲到force 都是讲军力 跟军事战争有关系的 Gathered their forces 所以注意这个地方 指的是他们的军事的力量 把他们所有的 能打仗的人 军事力量 都集中起来了 Gathered To fight against Israel 他们集中军事力量的原因 缘故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来攻打以色列人 他们要跟以色列人对抗 就是为了这个 Fight against Israel Achish said to David 这个时候Achish就跟这个David说了 你记得Achish是收留David的那个菲律士人 他说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你必须要了解 你一定要懂这件事情 Must 一定要 You and your men will accompany me Me and the army 你要知道 这个时候要选边站了 你是选哪一边呢 虽然你是以色列人 但是你是在我这里 是我的奴仆 他把他当成他的奴仆 所以他说 你要了解 你跟你的人 这几百人 你们在以色列人呢 well accompany me accompany是个动词 就是要伴随我 in the army 在一个军队里面 你是要跟我在一起的 要选边站 ok 好 第二节 David said 大卫就说了 then you will see 那你将会看到 这个will是肯定的口气 你一定可以看到 怎么样 for yourself 你自己一定能够看到 what your servant can do 你就可以看到 您的仆人 必然在下我呢 我这个仆人 我能做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看见 我展现我的能力了 Akish replied Akish就说了 very well very well 当然他心里想的是 你的意思就是 你要帮我打仗 打胜仗的意思了 very well I will make you my bodyguard for life ok bodyguard是怎么样 世卫 贴身的世卫 叫bodyguard 我们现在私人请的保镖 也可以叫bodyguard 有钱的大明星 大演员 有能力的人 他们有的时候 也是请这种bodyguard 随身 这种私人的保镖 叫bodyguard 好 那么你就可以做 我的随身的护卫了 for life 我一辈子都可以用你 永远的做 这个for life 是永远的意思 我一辈子都让你 做我的随身护卫 ok 好 第三节 Now Samuel was dead 他要给你一下时代背景 时空背景 虽然我们这一集 这个书是叫 Summer记 但这个故事 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历史讲到这里的时候 Summer已经死掉了 was dead and all Israel had mourned for him ok mour是哀悼的意思 所有的人呢 都是为这个 Summer是哀悼的 所有以色列人 都为他哀悼 mour for him and bury him in his own town of Ramah ok Ramah Ramah是他住的 记得他一开始的 服侍神的地方 就是在Ramah 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把他 埋在他自己的城 叫Ramah 那个地方 他就埋在那里 Saul has expelled the mediums and spiritus from the land ok 所以呢 在这个 Expel 在这个地方看到 Saul had expelled Expel 是什么意思呢 Expel 就是说 他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 ok 当时都是 非常有 有规定好的 是不容许的 ok 不容许的 Hath expelled the mediums medium 是跟 是就有点像这种 能够跟鬼打交道的人 跟鬼打交道的 好像那种什么 行巫术的人啦 或者是能够 能够 跟鬼做仲介的那种人 叫mediums spiritus spiritus 也是那种 就是能够行巫术的人 这一类都是能跟鬼打交道 from the land 从这个土地上 扫罗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人 所以把他们都赶出去了 凡是你是像巫师之类的啦 能够跟鬼打交道了啦 这种行什么 有特别行使 这个什么灵 灵界跟灵界 怎么样的这种人 通通给他赶出去了 扫罗 扫罗王规定是要这样子的 the philistines assembled and came and set up camp at shunan ok 所以philistines 这些非力士人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他们来干什么 set up camp set up camp 他们把他们的营帐呢 军营都设在 shunan 这个地方 设在shunan 这个地方 while Saul gathered all the Israelites and set up camp and gilber 那两方的人马 是把他们的军营 都设在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地方 扫罗是设在 这个gilber 他的军营 是设在gilber 中军帐在那里 那么 philistines 是设在shunan 这个地方 两个 两个这个 体系是不一样的 两个种族不一样 好 第五节 when Saul saw the philistines army 当他看到 这个philist的 这个army 军队的时候 he was afraid 扫罗王很害怕 terror filled his heart 什么东西 充满了他的心 这个terror 就是他 害怕到恐惧 ok 你记得terrorist 就是恐怖分子 这个字就是恐怖的意思 这种恐怖的氛围 所以整个充满了他的心 他心里面非常害怕 很怕这个非理事人 非理事人是非常英勇的 ok 好 第六节 很会打仗 he inquired of the lord inquires 求问 inquired of 他就求问耶和华了 but the lord did not answer him by dreams or urine or prophets ok 所以呢 这个时候啊 可是他求告耶和华神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回答 照理说 如果你是跟神常在一起的 然后你是在灵里面是跟神常常来往的话 不至于到这个样子 为什么呢 这就是完全没有回复 没有回答 他根本不知道神的意见是怎么样 他求告了 他求告了 可是神呢 没有给他任何的意见 没有告诉他是什么 也没有用梦的形式 有的时候是有意象的 是有意象的 他也没有说梦给他 这个也没有 也没有做梦 也没有这个什么urine 他也没有这个 用这个巫术的形式啊 或者是什么方式去告诉他 都没有 ok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都没有 然后后面还有prophet 先知 先知 ok 所以 注意这个地方 这个是一个urine 这个字 指的是说 本来的意思是光明 或者是完全的意思 这个字是非常好 但是呢 引申出来的意思 就是一种启示 或者是一种真理 就是古时候的这种 古时候的希伯来人 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们都寻求启示 去向神寻求真理 所以是一种预言的媒介 我们叫urine 所以他也没有启示 得到任何的启示 也没有做梦 也没有先知告诉他 就这样子 好 第七节 saw them said to his attendants attendants是他 在他身边 伺候他的人 跟他在一起的人 叫attendants 他就问他身边这些人说 find me a woman who is a medium 他自己记得 前面我们的经文 已经讲到了 扫罗王当时是明令不准 有这些通灵的 灵媒啊 或者是这些 能够跟鬼交通的 这些人都赶出去的 但是现在他信心已经动摇了 因为他从神没有得到任何启示 所以他就叫他们说 给我找一个能够怎么样 medium是交鬼的女人 这个medium就有点像灵媒这样的 他能够跟鬼交谈的 给我找一个这样的女人来 有点像女巫一样 他说 so I may go and inquire of her 既然耶和华神不给我答案 那我现在去问问这个能通鬼的 灵媒看看有没有 他有没有答案 there's one in Ednor 他们说有一个 听说有一个人呢 他是这个这么一个女人 他是住在Ednor这个地方 我们去找他好了 好 第八节 so Saul disguised himself disguised 注意这个disguised呢 就是乔装打扮 以前我们的君王也有的啊 这个什么乾隆 下江南要怎么样 要为服出访 就是要乔装打扮 没有穿他原来皇帝的 这个国王的衣服 disguise himself 所以disguised呢 在军队里也可以说 我们比如说 常常军队里面打战的时候 他们穿的衣服是迷彩服 这个就是要乔装 对不对 让敌人看不见 这个叫disguised so Saul disguised himself putting on other clothes 他就穿上了别的衣服 别人认不出来 and at night 他特别选择 at night 晚上的时候 he and his two men ok 他跟带了两个人 went to the women 该去这个找这个灵媒了 这个能通鬼的这个女人 consult the spirit for me 他说 你能不能想办法 给我 能够让我能够 跟一个鬼交通 有一个灵 a spirit 一个鬼 这个地方指的是一个鬼 能不能让我 跟一个鬼谈上话 我要找一个鬼 he said and bring up for me the one I named 好 我把这个名字告诉你 the one I named 我给你这个名字呢 你把它带上来 把这个死人带上来 这是第八节 第九节 but the woman said to him 但是这个女人跟他讲 surely you know what Saul has done 你一定知道 因为全国没有人不知道 所有以色列人都没有人知道 他说你一定知道 扫罗王已经规定了什么 已经 已经做了什么事情 Saul has done ok 扫罗王做的规定 全国都知道 像他们这种 灵媒能鬼 鬼交通的这种人 是会被赶出去的 会被惩罚的 he has cut off the mediums cut off 他已经剪除了 除去了所有的这些 medium是通灵的人 这些通鬼通灵的人 and spiritists spiritists 是那些行巫术的人 from the land 从整个迦南地上 所有以色列的土地上 把这些人都赶走了 why have you set a trap for me for my life 你为什么set a trap 这个trap是怎么样 你故意设个陷阱啊 把我的生命设了个陷阱 你这是故意害我吧 to bring about my death 你只是让我死呢 对不对 bring about my death 好 第十节 Saul swore to her by the Lord 这个时候 扫罗居然对的 发誓 他是指着耶和华发誓的 as surely as the Lord lives 这是发誓 第一句都会讲这句 okay 指着永生的神发誓 you will not be punished for this 你不会被 被受惩罚的 这件事情 你不会被惩罚的 好 十一节 then the woman asked okay 那这个女人就说了 她说 whom shall I bring up for you 那你现在叫我帮你找个鬼 你要我帮你找谁呀 哪个鬼呀 对不对 bring up 因为理论上讲 都觉得鬼是住在地下 住在地狱里的 对吧 所以bring up 把哪个鬼叫上来呀 bring up Samuel 她说她要找somewhere 她要找somewhere 好 when the woman saw Samuel okay he cried out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当这个女人 她看见somewhere 她的灵可能去找somewhere了 去找她看见了somewhere的时候 她怎么办 cried out 她大声地叫 而且叫得相当大声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是她尽可能 她最大的声音 高声地喊叫 and said to Saul 她跟扫罗讲了 why have you deceived me deceived 是骗我 你为什么欺骗我呢 you are Saul 你就是扫罗啊 你就是扫罗啊 okay好 十三节 the king said to her 这个时候呢 扫罗王跟她说 don't be afraid 你不要害怕 what do you see 你看见什么了 the woman said 这个女人说 i see a spirit coming up out of the ground 我看见 有一个spirit 这个spirit指的是一个 一个魂 一个魂 okay 当然somewhere不是鬼了 他是 他是看到一个魂魄 从哪里 从地里面上来 out of the ground 好 十四节 what does he look like 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呢 长得什么样子啊 he asked an old man wearing a robe is coming up 我看到了 看到一个老人 老人wearing 这个老人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后面这个动名词 就是修饰这个老人的 这个老人是怎么样的情绪 他是穿着一个 长袍的老人 动词在这里 is coming up 他是上来了 他正上来 she said then Saul knew it was Saul Samuel 这个时候呢 听他这样讲 扫罗就知道了 他说的真的是 somewhere and he bowed down 他就拜他 对这个 这个Samuel就 跪拜了 拜他 and prostrated himself prostrated 我们讲过是像 匍匐前进一样 就整个身体都趴在地上 对他非常的恭敬 prostrated himself but his face to the ground 他的脸都趴在地上 好 Samuel said to Saul 这个时候呢 Samuel就跟扫罗讲了 why have you disturbed me by bringing bringing me up 你为什么要打扰我 disturb 是什么样 别人在做一件事情 做一半 你打扰人家 这个叫disturb 你为什么要打扰我啊 把我给叫上来 I'm in great distress distress 我们知道 非常的 这个distress 是指一个人 非常的 非常的 不安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不平安 distress ok distress 所以他说 I'm in great distress 我们是 我是非常非常的不安啊 就是事情 已经很大了 所以我必须要找你啊 不然的话 实在是心里很难过的 ok distress 所以distress 这个地方指他非常苦恼 内心非常苦恼 非常困热 我这个事情 过不去了 一定要找你了 So I said The Philistines are fighting against me 现在这个 非里斯人 要跟我打仗啊 And God has turned away from me 他也很清楚啊 God has turned away from me 上帝怎么样 上帝已经不再理我了 神也离开我 turn away from me 是他离开我 上帝不理我了 He no longer answers me 上帝不在 耶和华神不再答复我 我求告 他都不答复我 Either by prophets or by dreams ok 他反正 也不借着先知 也不借着梦 来回答我 两样都不回答我 So I have called on you 所以我只有叫你了 to tell me what to do 我只有叫你来 问你我该怎么办 ok 好 十六节 Samuel said Why do you consult me Consult me Consult是来向我询问 向我咨询 Consult 你为什么要来咨询我呢 Now that the Lord has turned away from you 现在这个 耶和华神已经离开你了 turn away from you and become your enemy 而且呢 耶和华已经与你为敌啊 这个意思就是 耶和华离开你 就是他与你为敌了 Become your enemy 好 十七节 The Lord has done what he predicted through me ok 他说 耶和华呢 Samuel继续讲 他说这个 耶和华已经做了 has done 他已经做 从过去到现在 这个 现在完成是 就是从过去到现在这一点 他已经做了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He predict me ok Predict me Predicted 指的是预言 他透过我所说的预言 耶和华神所说的话 他都做了 他都已经要做了 The Lord has torn the kingdom out of your hands ok Torn ok 所以他已经把这个 王 这个 Kingdom 指的是这个王国 以色列王国 他已经把它怎么样 撕裂了 ok 把它 Torn 就是把它拆裂 把它拆毁了 然后 从你的手里面拆毁了 然后他要 Give it 这个it 是指kingdom 他要把这个王国啊 给谁呢 Give it to One of your neighbors To David 他要给你的 这个Neighbors呢 是指的就是说 赐予给别人 这个Neighbors 是指这个人 大魏这个人 曾经跟你很亲近 所以就是你旁边的这个人 这个叫什么呢 To David 耶和华神已经要把这整个 以色列国呢 从你手上 撕裂了 要拿下来把这个王国 给大魏了 这个就是已经成事实的事情了 一定会这样做的 18节 Because 因为什么原因啊 Because you did not Obey the Lord ok 因为你没有 遵照耶和华的命令 Obey 是听从命令啊 Or carry out his fears Carry out OK His fears Wrath Against Amalachite OK 还有呢 Carry out 是执行 OK 你没有彻底的执行 His fears Wrath 他的这个 相当暴怒的这个怒火 OK 因为神非常生气 神非常生气什么 OK Against Amalachite 你没有彻底的攻击 OK Amalachite 这些人啊 你都没有照神的意思做 已经告诉你要怎么做了 你都没有彻底把他们给灭掉 所以这个是 让神非常生气的事情 非常生气的事情 好 The Lord has done this to you today 这个 Fierce wrath 指的是非常猛烈的这种怒火 怒气 愤怒 愤怒到极点 所以你没有 你没有去执行啊 他的这些怒火 要 神已经非常生气 你要执行 把他的这个怒火一样 要去对付这个Amalachite 当初是吩咐你这样做的 你都没有好好的执行 所以今天呢 他今天就会做这些事情 耶和华今天就像这样做了 是吧 19节 The Lord will hand over both Israel and you OK 耶和华神会亲自把两样东西交出去 第一 以色列 第二 你本人 OK 所以要把以色列跟你本人 通通通要交出去 给Philistine 给菲利士人 你也会被交出去 也这个 以色列的王国也会被交出去 And tomorrow 明天 You and your son 你跟你的儿子们 怎么样 will be with me 明天你的 你跟你的儿子们 就会跟我在一起了 不好意思 本来是阴阳两格 但你们马上就 快跟我团圆了 我已经在阴间了 你们就会来跟我一起 The Lord will also hand over 另外神也会交出来 Hand over是交出来 The army of Israel 把以色列的军队交给谁 To the Philistine 还要把以色列的军队交给 Philistine 好 这就是萨摩尔的 告诉他的话了 Immediately 很快的 突然 So fell full land on the ground Full land on the ground OK 这个时候立刻 突然间很快 Immediately很快的 他就fail 他就倒下来了 Full land on the ground Full land 是指整个的 全身的长度 他全身都倒 指的是他全身都倒在地上 不是只是跌个腿 跌个手 不是 或者是 不是 不是肩膀碰到地 他只是全身都 都倒在地上 Fill with fear 充满了恐惧害怕 为什么呢 because of Samuel's words 因为萨摩尔跟他说的这些话 让他相当的恐惧 His strength strength是指人的力气 体力 was gone 他体力都全没有了 一下子都没力气了 For he had eaten nothing all that day and night 因为那一天 从白天开始 他就不是都很苦恼吗 都很烦恼 所以白天都没吃饭 晚上也没吃什么 所以他根本就毫无力气了 好 21节 When the woman came to saw 当这个女人走过来啊 来到这个扫罗的面前 and saw that he was greatly shaken shaken shaken是全身在摇晃 全身发抖 叫做shaken 所以那个女人 这个女巫师啊 灵媒过来 看到扫罗了 看到她呢 哇 greatly shaken 她大大的身体 大大的颤抖啊 发抖了 she said look your mate servant has obeyed you 你看啊 你看 你说 您的 您的这个女仆 您的使女 就指的就是 灵媒指她自己 必然再下我 对吧 您的仆人我啊 has obeyed you 我已经听了你的话 我是听从 遵照你的吩咐的 I took my life in my hands and did what you told me to do 我把自己的生命啊 放在自己的手上 意思就是 我根本就不顾我的生命啊 我都不珍惜 我自己的生命 我为了要听你的话 把命都放在我自己的手上 and did what you told me to do 而做 你叫我去做我的事情啊 我都照你说的吩咐了 好 二十二节 Now please listen to your servant 好 现在麻烦你 您听使女的一句话 您听必然再下我一句话 Let me give you some food 来 我给你吃点东西 So you may eat 然后你可以吃 and have the strength to go on your way 然后你就可以有力气了 strength是有力气 你有力气可以怎么 go on your way 你可以继续走你的路了 你该去哪儿去哪儿啊 所以吃点东西吧 这个灵妹还不错哈 二十三节 扫罗怎么了 Refuse and said Refuse 不肯 不肯吃东西啊 扫罗不肯吃了 I will not eat 他说我绝对不吃 But his men joined the woman in urging him Urging是劝说 强力地劝说 再三地劝他 所以他带来的人 他的随从人马 跟这个女人 灵妹一样 一起在劝这个扫罗 And he listened to them 然后他就听了他们的话 Listen to 就是照他们的话 做了 He got up from the ground and sat on the couch OK 所以他就起来了 起来 从地上爬起来了 Sit on the couch Couch呢 是指的像我们 现在来讲的话 Couch叫做沙发 那个时候可能是个床 可能是一个 有软垫子的东西 他就坐在那个上面 OK 好 二十四节 The woman had a fattened calf OK Calf呢 注意这个L 是不发音的 Calf Calf指的是 那个小牛肚 叫做Calf Fattened 指的是一个牛 很胖 很肥的牛肚 小牛 At the house 他那个家里面 有这么一个肥牛肚 Which she butchered at once Butcher Butcher是宰了 把什么东西给宰了 叫Butcher 我们那个超市里头 肉 这个卖肉的部门 比如说卖猪肉 牛肉 鸡肉 卖肉的那个人 他的工作也叫做Butcher 虽然他没有正式的宰杀动物 因为在超市里头卖肉的 你看到他那儿动物都已经死掉 可是我们还是叫Butcher Butcher就是包括你是宰杀 包括你是分割切割肉 我们都叫Butcher 都叫Butcher 好 这个是一个动词 She butchered at once 就立刻把这个牛给宰了 She took some flour Flour是那个一些面粉 一些面粉 Neated Need 这个注意这个K是不发音的 叫Neated Neated是揉那个面 Neated Embaked Bread 他就把这个饼给烤了 Without yeast 这是没有发酵的 没有酵母的 好 25节 Then she said it OK 他就把这个饼放在那 Before saw 把它放在扫罗的面前 这个灵媒还不错 And his man 放在他的这个随从的面前 也给他们放了饼 放了肉 And they ate 他们就吃了 That same night 就那一天 就当天晚上 They got up And left 他们就吃完了 就走了 就离开了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28